大家好,给大家介绍一下YF-58触摸屏的功能设置 Y1到Y8是对应积电器的输出指示灯 灯亮代表输出 中间有五个功能键 分别是启动、暂停、停止、参数设置、手动 其中按手动可以进入自所控制八路输出 按起、停可以控制输出 按设置参数可以进入设题编程 在每一号中可以单独设置是否需要输入信号 是否需要延时、低级路接通或者断开 还有循环次数一共可以设置40个步骤 左下角设置按键可以进入系统设置 平保时长的意思是无动作多久自动吸屏 也可以选择是否通电自起 因为电路板有单片机可以存储设置 所以选择了自起以后拆掉触摸屏也是可以启动的 这样也能实现一个触摸屏设置多个电路板